今天晚间的最新消息 上个月女星大牙指控黑人陈建州性骚扰 对此黑人不满向大牙提告 还要求偿一千万跟公开道歉的后续 台北地医院也分案 今天大牙在脸书公开收到法院寄来的撤回起诉的通知 您可以看到这个大牙贴出的文件 上面是证实说陈建州还有范伟奇撤告了 同时他也写下心情 提到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撤回起诉通知 他相信事实是容许挑衅的 也谢谢所有愿意相信我的您们 至于黑人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